没想到少年飞尖竟然也能灌伤啊 配合蛤蟆及加千叉 然后二技能花普攻加一技能和大招 十秒钟左右能够打出312万的伤害 多妥的可以把对手从埋血秒杀呀 而且他二技能花普攻之后啊 还可以组合释放一技能 不仅可以同时释放出两个水阵臂 还可以调整方向 使两个水阵臂啊 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据说少年飞尖大招蹭斗的方法也是非常多啊 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只要在空中释放二技能再放大招啊 飞尖的水阵臂能够挡哪些技能呢 群脏的兽子走地下 挡不住也在情理之中啊 不过能够挡下团脏的风盾 面具男的喷火呢是轻轻松松挡下 不过大声玩的咬蛇却是挡不下的 这口活有点秀啊 竟然也挡不下自然也的蛤蟆 说实话让我有点意外啊 不过能挡下小幼的分身 分身喷火这种一般都是最好挡的 但是显然挡不住小男的轮子啊 那么自然也挡不住迪阿拉的大鸟冲击吧 不过就连沙娃的沙子也挡不住 说实话让我意外啊 那么挡不住它跌着金沙 似乎也变得很合理了 不过这样能挡住小土豆的沉盾 真是让我意外啊 但是却挡不住木叶窗里般的喷火 像八沟玉这种穿透技能挡不住啊 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喷火之后的风盾竟然也挡不住啊 那水阵臂有点水啊 怎么连三娇鱼的喷毒也挡不住啊 那它却又能挡住绘土长门的打炮 你感觉它不行了 它反而又行了 挡住赵本明的土台 但却挡不住它的酸物啊 挡不住飞断的扔镰刀 然后面对暴怒小孩的数字666 看起来好像挡住了 但是又没挡住啊 还把飞肩往前拽了一下